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两位帅哥 两位帅哥市议员 来带我们看一下我们基隆的观光 交通还有环境保育的问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市议员张静胜张艺作 来小军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艺作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张渊祥张艺作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艺作好 好 那刚才我们说到 我们要探讨的是 我们基隆的观光问题 其实现在进入了后裔时代 好像似乎又开始要起来了 那如何来拼我们基隆市的观光呢 我们请静胜先来跟我们分析 如何留住旅客带动 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基隆市特别我们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就是我们的基隆港 基隆港一进来 我们所有的那些 在很多邮轮 我们游轮客从基隆港 从外港进入基隆港 映入眼帘的一定会看到我们基隆港的山海城市 山海城市就非常的特别 然后我们如何让所有的游轮旅客 能够有第一个印象 来看到我们美丽的基隆 这将是我们所有的观光的主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我们所谓的东岸就是我们中正区部分 还有新义区 还有我们的西岸就是中山区跟安乐区的部分 我们如何来将我们山海城市能够将所有的一个观光能够映入在我们游轮旅客的这样的眼里 让他们进而想要去刺激我们地方上面观光的欲望 所以我们特别在我们东岸的地方 我们现在海科馆 还有朝靖公园 还有我们和平岛公园 其实在我们中正区 我们特别是我们张元祥张预元的奴隶下 其实现在你看海科馆现在的观看进场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件事情 表示我们地方上面的一些观光产业以及教育都做得非常的好 接下来我们就觉得说西岸 我们应该在补强哪些地方来去促进我们地方上的观光 尤其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从海洋广场可以看到的击隆地标 太平国小 其实我们现在也该跟我们基隆市政府在做各项的讨论 包括我们的西二西三码头的旅运中心 现在也正在整件当中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坐一个缆车到我们的太平山城上面 既然有缆车上去我们山上 我们就希望我们在山上不只只有一个击隆地标这样来去做一个 赏景的一个景观台而已 我们希望能够再更多元化 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德国中旁边有一个教育电台 我们现在也透过一些中央的立法委员 也在寻求协助我们教育部这边来协调 未来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教育电台这个电塔能够去改建 然后一起合并来使用来做成一个基隆的观光旅游塔 让基隆市的美景360度有山景有海景的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景观台 让所有的刺激旅客来我们地方上面观光 你看举例我们刚刚所讲的廊带 从西岸的旅运大楼 我们搭着缆车能够上到基隆地标 沿着我们太平山城再继续走 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基隆景观塔 基隆景观塔就将来如果有可以成的话 将是会成为我们基隆市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建筑物 也能够让国外的旅客能够看到说 我们基隆原来也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指标性的建筑 举凡像我们去首尔 首尔有一个南山塔首尔塔 我们到东京 我们有晴空塔东京铁塔 到上海东方明珠塔等等 都是城市指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印象 我们希望能够接续来努力 在接下来还有我们先动地区的先动员旁 我们希望能够现在也在跟地方上面 还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在讨论 我们来试着来做一个先动老街 先动老街其实我们很多观光客来到我们基隆 甚至也把九份当成是我们基隆的一部分 我们到基隆九份去 其实他是在新北市 如果能够将九份的老街的旅客 截留一层就好 一层能够到我们地方上面也有一个同样的老街 类似的形式的一个做法 能够让我们游轮旅客或是来到我们基隆的各种旅客 能够去走走看看我们老街的风貌 也去看到我们天然的海狮洞 我们的仙洞员佛首洞 再来就可以走到我们所谓的白米翁炮台 是我们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再来我们可能可以延续到我们外木山海岸线 这是西岸的一个魅力 东岸现在也一直在做 我希望我们能够东西岸一起来运行 让我们来到基隆的这些旅客 能够留在基隆 甚至来第二次的来造访 来欣赏我们基隆的美 品尝我们基隆的美食 所以真的很不错 刚才晋升异作他说到 有一个缆车从我们的西岸开始上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改造我们的教育殿堂 把它变成我们基隆的爱菲尔铁塔之类的 对不对 好 拿完毕之后呢 我们在沿线我们到仙洞 我们可以改造仙洞老街 把一层一层九分一层的旅客拉过来 希望更多啦 希望更多 我们先小小的目标 先看看可不可以达成 对 所以这样整线沿线规划起来 就中山区就增加了很多的 不管是就业集会或者是观光景点 就让人民的生活又更丰富多元了 那我们要请教渊翔了 东西岸的发展 在东岸的部分如何要增加创造就业机会呢 针对后疫情时代 我们这个旅游观光其实最大最大的改变 是国人没办法出国 所以留在国内 那也不是比较悲观看基隆市 我反正积极的是 这么多人留在国内 基隆市也在部分特定的时段 尤其是很多天的廉价 未来要到要来的这个双十廉价 过去的只有三天的廉价 基隆市的一些重要现有的景点都是客满的 如果各位观众有印象 海科馆就宣布他们在上一个廉价的时候 只有一天就突破多少人多少人 对海科馆对基隆市的市民来讲 当然为之振奋 但说回来是因为有国人朋友没办法出国旅游 但第二个在没办法出国旅游之下 基隆市是邮轮母港 基隆市在旅行业者以及邮轮集团的合作之下 在政府的帮忙 也突破了成为全世界第一艘游轮赴死的一个港口 也是一个路线 就是我们所谓的跳岛旅游 那我们就从跳岛旅游来看就好 跳岛旅游来看是 我们看到报章的新闻 或者当地的朋友 整个人潮挤到澎湖 马祖或金门 会造成他们当地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过去我本身是读观光系 在大学的时候读观光系 那时候我们的教科书教我们是 观光是无烟囱的产业 可是现在看起来观光 它当然是没有烟囱的 没有工业带来的污染 可是它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其实是很明显的 这个也是能造成的 不管工业时代的发展 现在在走观光都是因为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做长远永续的 这样的一个观光发展 是其实第一个 趁现在后疫情时代 了解基隆市游客的吞吐量 怎样才是最适当的 怎么样能够把很挤 很多人要去的景点 分一些像刚刚庄金森议员讲的 到其他还有可以容纳 而且那个地方也很好玩 可能它是因为少了一些宣传 可能是因为它少了一些 现在朋友喜欢的打卡点 或者喜欢一些故事性 我们再加强一些 然后分散了现在 不会言现在的和平岛公园 它人潮就很多 我们从正兵渔港 设了一根智慧型的路灯 这个智慧型路灯是 正兵港进去之后过了桥要到和平岛 接近到和平岛过桥到和平岛 那个地方是一根路灯 它可以统计和平岛 近岛的人的车辆数 我们看过一个数字 一天进去5000辆车 可是出来3500辆 为什么呢 不是说玩完出来 是还没有玩就出来 因为里面 第一个停车位不够 没有位置 第二个游客也爆满 很多人也不一定开车来 可是车辆这么多 这些人抱着满满的期待 我要去这边旅游去玩 玩水也好 可是我很难去形容他们的感受 或许是气氛 或者是我下次再来 或者是怎么规划成这样子 我怎么连个停车场 他们一出来还在塞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客人不但没有留住 而造成他们对基隆的印象不好 所以我把它锁定回来的是 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国人留在国内旅游 基隆市就趁现在赶快能够检讨 如何让其他地方 值得旅游的地方再带动起来 然后把这个已经挤满的地方 用交通的政策 比如说停车场的妥善规划 停车场不够 接驳 用到外侧去接驳 当时海科馆在新建的时候 在筹备的时候 甚至想说我们鼓励大家做交通工具来 做交通工具凭票根 或凭你用过的悠悠卡 进过电脑系统一比对 我们给予折扣 可以折扣让你入管 甚至折扣在管内或管外 跟民众一些消费都能够打折 所以这些交通的配道 是能够留住客人 让客人从出发到旅游结束 没有尴尬 没有困扰 没有不舒服的状态 我觉得基隆市应该率先的 先想到这一点 第二点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曾经听过 到医院里面 有医生跟病人的医病关系 我讲的是关系这两个字 我们最近在和平岛 也有一个艺术展览 这个展览的策展者 跟我讲 他不像一般的艺术家 一般艺术家可能做他自己的创作 跟周遭的邻居的沟通互动比较少 因为他必须专心在工作上 但是他要做的是 他每次去什么地方策展 都要跟这些关系做好 他称为叫关系美学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旅游这方面 有所谓的在地跟旅客的良善关系 就好像医生跟病人的良善关系 要怎么做呢 要从不管实际的管体 你会看得到 在任何大型的游乐区 或是发展观光的城市 有所谓旅客中心 这些旅客中心 让大家来了之后 了解这个地区 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要怎么玩 车子停放在哪里 让他跟地方的关系 不只是当地的环境 当地的居民 都可以在游客中心做介绍 在海科馆有一栋 叫区域探索馆 我都称它是一把 打开海科馆的钥匙 让民众进来海科馆之前 了解这个区域 做什么产业 有什么事情 怎么样的人物在这个地方居住 你去游览的时候 可能就在他们的身边 他们也随时在欢迎着你们 所以这种旅游的关系 我相信它是一个比较前卫的想法 可是可以透过一些硬体的措施 甚至线上的措施 用线上来介绍 即将要去这个地方 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车子要停什么地方 如果没有开车去 我要怎么达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地方可以租车 相关的资讯 跟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状态 都可以透过线上来告知 所以针对这次 我们来这个节目上谈的 这个后疫情如果拼观光 我提了两个比较前卫的 一个是让整个交通规划设施 在这次挤满人的时候 赶快去检讨 因为他会知道最大的吞吐量 可能疫情过后 可以出国之后 基督市要这么多的人一次来 也比较不容易 第二个是 怎么去做好关系的 有好关系的旅游 旅游的关系 让在地民众 在地环境跟游客 能够互相的在这个地方 来生活来享受 是 这就是共赢的概念 刚才说的那个关系美学 可以变成关系旅游学 这就是可以好好地探讨 刚才很谢谢那个原响益作 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大众运输 跟我们的优点 就是他的要付的门票 如果做些结合的话 一定会有吸引更多人 而且也可以解决一些交通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的关系旅游学 这真的很棒 就是做好详细的介绍 来因应这么大的游客量 好 那刚才说到很重要一点 就是交通了 要带大家来看看最近传出 这个基隆轻轨后 台铁火车就不再进入基隆火车站 引发民众热烈的关切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还有市议员庄敬胜 就共同召开了这个记者会 要求中央或是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来举办公厅会 让市民朋友了解这项决策 千万不要隐瞒 如果政府不办公厅会 他们会自己来办 而且不排除要发起公投 你快来看这段VCR 我被骗了 我一直以为台铁进基隆 是包括我们目前有的区间车 直接进到基隆火车站来 很明显的 当我们回去检视市政府回答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只有 轻轨进基隆火车站 而台铁进基隆是包括八堵站 也是基隆的范围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不满的说 他被骗了 更播放他先前在市议会 咨询市政府交通处长李刚 关于新建基隆轻轨议题时 就问过如此一来 台铁火车还会进基隆火车站吗 不过交通处长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直到爆出 建基隆轻轨后 台铁火车区间车 不再进基隆火车站的消息 才让他觉得跟许多基隆市民一样 被骗了 我从头到尾只想问市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铁工局也好 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说 轻轨到基隆 就没有台铁去先车 为什么到从去年 11月15号 到今年6月11号 这半年之间 或者更早 2017年 蔡英文总统来基隆发布说 以后基隆有轻轨的时候 搞不好这个时候就已经定案了 为什么那时候不跟我们讲 为什么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不能让我们知道吗 和副议长林沛祥一起召开记者会的基隆市 议员庄静盛也非常质疑 建基隆轻轨台铁火车区间车 却不进基隆火车站 以后要搭火车到台北 还得先搭轻轨到八堵换火车 或是搭轻轨到南港展览馆附近 再转成其他路线捷运到台北站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交通便利新措施 市民朋友大家住在车头附近 就是因为我们的火车头在附近 现在我们在想 除了上班通勤以外 包括我们租共和既共和 我们下午要去栄冠坐火车 我们原本都不用转车 直接一班就可以搞了 以后我们还要变成要转车 让我们交通更不便宜 这样很好 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没有公开资讯隐瞒的做法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和市议员庄敬盛强调 这是重大的公共议题 不要说民众和民代一关心 就被模糊带风向 说成是选举操作 他们要求中央或是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举办公听会 让市民朋友了解这项决策 不要再隐瞒 如果政府不办公听会 他们将会自行办理公听会 更不排除发起公投 让基隆民意决定 到底要不要这样做 我们一定会站在民众 牵着民众的手 跟这些来奋战到底 让民众的权益不受损失 甚至办于公投这种项目 我们也不排除 尤其是身为基隆唯一 在中央代表基隆人的国会代表 他必须站出来表达他的立场 在这个这么重大的建设案子里面 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到底存什么样的心态 来当看到这个基隆轻轨案的时候 他到底付出了什么努力 林佩祥强调 不管是中央或是基隆市政府 以及基隆的中央名代 应该让基隆市民充分了解 建基隆轻轨这件事 到底还有多少没有说的事 诉诸基隆民意直求对决 要不要接受不要再隐瞒 哇 这件事最近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民众在网路上都激起大战 我们要请靖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很多民众跟你诉苦對不對 对啊 其实在地方上面 很多民众包括很多社群网站上面 有非常充分非常广大的市民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其实都非常关心我们所有的通勤族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通勤族 能够在家多睡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能够充分来将他的每天的生活 尽量不要再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所有的通勤上面 希望我们的通勤能够更便利 然而今天这个议题跑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基隆市要了一个轻轨 结果我们的台铁却不见了 这个其实很多 包括市政府 包括交通部 都有相关的责任 应该要跟所有的民众 来说清楚 讲明白 特别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诉求的 我们必须开一个公听会 公开的说明会 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要 我们轻轨要来 为什么我们台铁不能并行 这件事情要把它讲清楚 以后我们轻轨大概是什么样的经营模式 我们台铁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这里面 慢慢讨论 细部讨论之后 我们就发现 它的规划 非常的不详细 也没有做得非常面面俱到 所以产生很大的疑虑 所以才会造成民众 这么广大的讨论 其中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 他们觉得说轻轨 他们交通部跟市政府 他们在所谓的评估 说轻轨以后他不会误点 班次多 而且会更便利 其实慢慢抽丝剥茧之后 我们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 现在以基隆到南港这一段 目前公布的来讲 是十二站 十二站 未来会不会再增加 还有可能会再增加 如果以十二站来讲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跟我一起做个心算 十二站 一站五分钟 包括开门上旅课下旅课 以及关门上旅课下旅课 还不好含所有的行驶的时间 我一站五分钟就好了 一站五分钟 我乘以十二是不是等于六十 也就是一个小时 但是我们现在的区间车 台铁的区间车 一般到台北车站到北车 它大概只要45至50分钟 所以我们到了南港 我们要花了一个小时 但是我45分钟 甚至50分钟 我就可以到台北车站 这是差别相当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不要再用任何的一些 所谓的班次会多 然后就会比较不会误点 这种所谓的谣言 来去混淆民众的一些想法 其实为什么 我会这样一直在提 其实你看这样的调度的时间 我们的台铁反而会更快 然后我们只是多的轻轨 轻轨它虽然战数多 但是车次多 如果车次多 现在他们评估大概5到10分钟 大概会有一班 然后我们现在再想 5分钟 如果以5分钟来算 来跟去 我们等于是有 5分钟除以2等于是2分半钟 2分半钟 2分半钟 对于基隆市来讲 就发生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在忍耐区 就是成功路桥下面的平交道 以及大华那边的平交道 有两个平交道 你这样试想 如果2分半钟 它那个平交道的杆子 它就当当当直接下来 没多久上去 之后马上又当当当 那很多长辈在经过 所谓的这个平交道的时候 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且非常的不便利 那跟丰路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没有经过思考 而去仔细去评估 而且没有听地方的意见 造成了一个后果 所以造成那么广大的讨论 所以在这边我们希望 也呼吁 不管是交通部 或是铁道局 或是基隆市政府 这个应该经过了好几年的讨论了 他们应该各部会应该也都 都有经过讨论 不应该再互相推责任 也不应该互相推皮球 应该审慎的 去让所有的民众 去了解 我们未来台铁跟轻轨 如何来去做共存的一个方式 甚至于 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车辆调度的方式 如何来去调度 我们或是说 以后轻轨进来 我们就没有去间车 在这边也要说清楚讲明白 甚至还有更严重的 他如果铁轨 一般的我们台铁的铁轨 跟轻轨的铁轨 如果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表示说 他必须二选一 二选一 我要让民众如何去选 我当然要去选一个非常便利 又快速的一个 又稳定的一个 一个狼带 那轻轨能不能来呢 我们轻轨 是不是可以转换其他的轨道 或是其他的路廊 来去做讨论 所以在没有召开公厅会 我们就这样茂然的想说 慢慢这样盖着黑箱作业 我们慢慢到年底之后 我们就开始施作 然后最后苦的 绝对是我们的基隆市民 而且基隆市少了台铁 基隆端 未来将会造成我们城市 更加被边缘化 你看屏东 人家都高铁都要开去了 我们连高铁也没有 捷运也没有 我们唯一的一个台铁 你为了一个轻轨 然后轻轨 然后硬加上去 它是捷运 然后要把它引来基隆 然后把我们的台铁也飞掉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的自强号 举光号 这些对号高级车辆 我们要到南部 甚至有很多通勤组 它是因为我要搭火车到桃园去上班 到板桥去上班 都会变得非常非常不便利 如果 当然如果是真正的民生细子线 能够一直延伸到我们基隆来 这个就另当别论 我们就可以考虑所谓的地下化 让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更加完善 为什么说到城市发展 基隆市区被四个大陆桥团团围住 一个东岸高架桥 中山桥 三十一号桥 成功路桥 如果这四条桥 全部都是因为铁路而架高 如果这四条桥能够平面化的话 我们的市区将不会止于在火车站 孝氏路这周边 可能就直接推到我们的石球岭下面 所以我们的市区会变得更加广大 我们的腹地会变得更多 平面的腹地会变得更多 我们的城市发展有更多的联想性 更多的发展性可以去来去做 尤其我们现在拼观光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免税特定区 我们很多游客我们常常出国 我们国人也常常出国 去看到国外的城市有很多免税店 去那边我们只要出示我们的护照 就可以扣税 免税的一个优惠 为什么台湾不能 我们基隆不能 基隆是一个邮轮母港 也是一个国际的商港 第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国门 我们希望能够有国际化的发展 而不是局限于在于 某些人的互相斗争或是一些 没有经过细心的讨论 而跟民众共同来去 一起来去做这件事情 会变得让民怨不断地上升 这是我们一直很不乐见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基隆变得更好 相信我们张元祥张议员 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对 谢谢小军还有金森 就是过去我们一直都有听到 一句民间流传的话语 叫做错误的政策比贪腐更严重 这形容的是一个政策做错了之后 对整个百姓或者政府的施政作为 是比我们政治人物去贪污拿钱更严重 因为它的影响力不单单只是 那一个政治人物 那个贪腐政治 而是全面的百姓 那我们讲的是 反过来讲叫做公开透明的政府 你知道我们在政府上面 从2015年也是现在执政的政府 担任之后也通过了所谓的 相关的透明政府的一个法令 这个来源我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 这从2003年联合国的反贪腐公约 那叫做UNCAC 反贪腐公约里面就特别在第十条 它讲的这些 而且它说每一个国家的法律 基本原则跟措施 都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让各种施政的行为跟程序 还有要做的法规 都应该公开公布他们的资料 那第十三条讲的是社会参与 希望在各种决策过程当中 提高它的透明度 也提高民众的参与 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一个 所谓有轻轨就没台铁 这样的一个政策被媒体 暴露出来之后 我反而是很开心地看到的是 基隆市的市民 或是网路上大多数的朋友 非常认真而且持久 而且很坚决地表示 我们不需要没有台铁的这种建设 我们不希望它只能二则一 或者是我们不能因为轻轨而少了台铁 这样的声音表达出来 那公开透明政府 为什么还在这边这样讲呢 再回应一句话叫说 对民众来讲政府只有一个 不管您是总统主导的中央政府 行政院长主导的行政院部门 市长主导的市政府 对民众来讲都只有一个政府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不管在我们刚刚影片看到的 副议长在咨询交通处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当时市长所表达的 基隆市不出任何一毛钱 就会有轻轨 交通处长讲说 这个是中央交通部规划的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对的 这样的概念就要回到我刚刚讲 公开透明政府 我们只有一个政府 所以从今而后 不能用一句说 这个我们不出任何一毛钱 就不让我们当地生活的居民 失去了这种透明政府该有的作为 也就是要让这一次所有轻轨的建设 从现在开始 要尽快地赶快公布 正确地公布给市民朋友眼前 那我也觉得可惜 交通部在规划的时候 如果交通处说他不知道 就表示交通部没有约交通处的人 如果市长说他一毛钱都不花 那交通部就可以大剌剌地想他做任何轨道的作为 而市区的刚刚庄议员讲的 我们很多平交道要过 五分钟花一班车 那平交道就是一直在闪 一直在挂开挂开 那都是地方民众不想看到的 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 我在这边再举出一个 最近对轻轨的一些言论 其实从7月3号就开始 这是一位消机会交通组的 副招级人叫李克冲 他就提出基隆轻轨 台铁 北宜高铁 这几个轨道建设 它有很多进合的关系 尤其在系统上要结合 所以他就说 为了避免浪费工币 首先要考量是优先的顺序 优先顺序是说要盖哪一个 所以那时候这一个报道 7月3号的报道 就已经指出 可能有轻轨就没台铁了 所以已经讲出这样的 它是因为它是消费者的 这个消机会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 交通小组负招级人 可能他要参与这个会议 代表民众参与 披露这个消息 7月26号 我们基隆在地媒体 就以这样的标题 浪入轻轨 台铁火车确定不进基隆站 基隆人炸锅了 整个消息爆出来 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读懂我刚刚讲 网路一直在讲 而我跟前立委、谢国良委员 还有旅美的议员 也联合发表声明 当时我最强调的是 没有基隆站 基隆就被边缘化了 因为台湾的铁路環撞线 基隆是突出的那一部分 但不应该被拉掉 过去基隆站还有国防的这些需求 基隆港的运输需求 基隆站为什么不能被拉掉 因为市长也提过 市长在我们跳岛游轮 在开始之后就提到什么呢 我们要做Fly Cruise 什么叫Fly Cruise 搭飞机来台湾之后来搭游轮 搭游轮来之后搭飞机出去 松山机场 桃源国际机场 哪一条不是透过高铁、捷运、捷路 能够来到基隆 你把它取消掉之后 什么都没了 你反而应该要新建一条 能够接轨桃源机捷 台北松山机场的捷运 来到基隆港 让游轮客 这一艘船是3000人 五艘船是15000人 那个游客量非常大 但怎么样去接轨 这是需要的 当然市长也提到 他后来在8月4号也回应了 快速、稳定、便利 我还要提的是 您所说的这些空港接海港的政策 也应该纳进去 这条空港接海港 还有平常通勤民众在搭的 搭秤的 这样它的搭秤率才会高 所以讲到搭秤率 就要提到 当时的台北市捷运 现在的高雄捷运 都要为了致富盈亏 对啊 现在我们集中电视台常常讲 KPI、KPI 这个是关键指标 关键绩效指标这样的指数 对公共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这种捷运来讲 就是搭秤的人客数 人客数少亏钱 谁付 如果是集中清捆 集中市民荷包就没了 集中港户公司也不会补助你 台北市捷运局也不会当你的妈妈来养你 但如果你还是台铁的话 我们集中市政府 集中市的民众 纳税钱不用付这个盈亏的 最后还有一个 又彰显了这个 所谓的 集中清轨跟其他轨道运输的 一个进和关系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也好 台北市议会交通小组召集人 许宏廷都说台北市有这种叫做存亡此寒的危机 也就是说你积极要做集中清轨 而台北市准备在汐止地区 从民生汐止线延伸过来的 可能就要被删除掉 而没有新建的可能 这样来讲 对台北市来讲 他们所谓存亡此寒 他们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进和当中怎么去处理 所以台北市长就交通部要出来说 那最后我还要提一下 我们立委也提到 他是向市长所说的 蔡司令立委讲 他就多了一个线 他说基隆轻轨 台北市捷运的民生汐止线 北宜高铁板南线的延伸 这几个案子彼此之间都重叠进和 所以请我们基隆市市民选出来 蔡司令立委赶紧督促交通部 透明政府公开规划 在这进和当中 他是用优先顺序 还是能共融共存 或者怎样让这些地区的民众 都可以妥善得到非常好便利的 好像我们一直讲的 北台湾共同生活圈 这样优良的一个交通环境 才是我们所乐见的 所以我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那我们的前立委谢国良 接同多位国民党籍的金融市议员 就宣誓要轻轨更要台铁 一块看这段VCR 要轻轨更要台铁 要轻轨更要台铁 事死捍卫金融战 事死捍卫金融战 针对金融市长林又昌 对金融轨的最新说法 前立法人谢国良协同 多位国民党籍议员召开记者会 提出三项声明 强调要轻轨更要台铁 台铁金融战不应该被废除 林市长跟市府 从上周的猛烈攻击到本周说 交通部的规划不够完善也好 随便你们说随便你们讲 但是我们在这边表达我们严正的立场 就是我们乐意争取基隆轻轨 但是绝对不可以把台铁 基隆总站给废除 出席的国民党及基隆市议员 也都表达了相同立场 我们在这边反对这个轻轨进来 废掉台铁基隆站 如果今天轻轨要来 要把台铁废除 我相信所有的基隆市民 他不会同意的 如果我们花了100亿 争取到的轻轨 没有让基隆的交通 这个上班族更便捷的话 我想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没有将民心放在心里面 城市永远不会进步 用轻轨是要48班 将近50班的车量才可以消化掉 光基隆市区的18000 我希望我们再说这个 八堵七堵其他地方 这中间的12站 更不站不下 谢国良更邀请在台北市议会交通委员会 担任召集人的台北市议员徐宏廷出席 徐宏廷强调 既用轻轨 以及基隆 这三方所谓的区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谢国良等人最后也呼吁 交通部与基隆市政府 未来再进行任何规划 一定要公开透明 并让市民共同参与决策 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基隆人的权益 我们要请靖医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在所谓的市民朋友很多可能 比较不小的 我们所谓的铁道运输 就是铁轨上面的运输 包括我们常常听到的高铁 以及我们的火车、轻轨 还有我们的捷运 其实都是属于铁道运输 铁道运输为什么会有分那么多 因为我们一般的火车 就是我们的区间车 因为它的承载率可以比较多 所以它的起步会比较慢 要刹车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 轻轨跟捷运来讲 它就是起步可以快 然后刹车也可以比较快一点 所以它是有它的各种的优缺点 但是在于我们所谓的基隆 基隆人在意的是什么 其实基隆市政府包括我们的交通部 包括我们的立法委员 你真的没有很仔细的去听我们民众的声音 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通勤能够更便捷 我们如果要到南部去 我们可以一班车 我们可以不用转车 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 尤其在我们基隆这个地区 是一个海运 还有陆运 还有铁路 三个不同的交通工序 可以造成的一个节点 如果未来将我们的所谓的台铁废掉 未来包括我们刚刚所谓的讲 除了人员运输以外 甚至以后我们包括我们的国防 甚至有一些货物的运输 我们办地下化其实是蛮隐秘的 如果说这个东西能够存在 对于基隆市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 所以我们的轻轨 我们建议能够去换另外一个路廊 来经过讨论 甚至我觉得轻轨应该不应该 是不应该再放在所谓的基隆跟南港段 最适合的地方 它是像我们的淡水 淡水轻轨 它是淡水捷运的一个延伸 为什么我们的不能够去延伸 从基隆火车站 然后有一个轻轨 能够经过未来我们的中正区的行政中心 一直到我们的海科馆 朝清公园 这个才是对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很重要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讨论我们的 基隆市政府迁移案 市政中心 还有设定一个所谓的autocar 就是全自动五人车的系统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个轻轨 我们拉到我们海科馆 这个才是适合轻轨的一个廊道 能够将民生系指线拉到基隆 我们台铁能够并存 这是我们基隆市民最小小的愿望 我希望交通部 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 还有我们基隆市政府 能够多多帮忙我们基隆市民 让我们这些小小的心愿能够完成 也让我们这个国际三港 我们国际级的城市 能够在台湾发光发亮 是 就是像刚刚晋盛说的 就是要让基隆人民可以感到真正的便利 连带周遭的观光发展才会起来 那不止议员们非常的关心 民众他们也自发心的 在网路上发起了一个公共平台 我们要看一下这张图片 请导播看一下 然后请渊翔来帮我们解说 这个是行政院国发会公共平台上 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要发挥我们的力量 这两种力量 一个是你的权力 第二个是你的影响力 我们有权力在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 所设的公共平台 只要5000个人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899个人 今天还有51天 今天8月7号还有51天 只要5000个人就成案 成案之后相关的政府机关 就必须要主管机关 就必须要对这个提案内容 有具体的回应 这是民众的力量直达天厅到国发会 那我讲的第二个是你的权力之外 第二个是影响力 什么影响力呢 你从刚刚我们讲的 不单单是因为基隆轻 而导致台铁要废除 这整个台铁是有这个时间上 我们在搭乘上的方便 或者是边缘化的可能 所以这台铁沿线的 包括从武渡过后的这些站 系纸什么什么等等 或许都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被影响最多的是民生系纸线 系纸也有20万人口 或者是板南线的延伸到南港 再延伸过来 那也是几十万的人口 这些人可能都是你公司的同事 是你学校的同学 是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他们一起来暂缓 这个题目叫做 暂缓基隆轻轨捷运计划 只要你上去输入基隆市 或者公共政策平台 或打轻轨 他一定是第一个被选项 只是我们还需要大概3000的人 帮忙去按 要我们要这个案子 请主管机关公开透明的跟大家讲 所以我在这里呼应是 第一个我们要很感谢媒体朋友 把这个事情再度的能够披露出来 让民众可以知道 第二个是民众 广大的民众 共同的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划 是不正确的 需要改善 第三个 不管透过议会 我们同众之间的共识 讨论 来督促政府 公开透明顺应民情 然后我们民众也可以透过这个 国家发展委员会 国发会的这个平台 能够赶紧 让他达到5000个人 他可能是基隆市的第一次 有这么重大的一个议题 所以在那边呼应大家 是 就是对这个议题非常关心的民众 其实都可以来搜寻一下 我们这个公共政策的平台 或者是直接打轻轨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一个项目 如果你深入了解之后 觉得很有理的话 也就是可以上网来支持这一个活动 这也是我们意图 我们他们希望可以看到的成果 最主要 取完还相扣的 还是我们基隆市民的最大的权益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完交通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环境保育 基隆靠海 所以我们在海上 有推了很多的海上运动 海洋的景观 那当然最终的就是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美丽的海洋 在青海的同时 有一批人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向海洋致敬 如何将沉积在海底已久 严重破坏沿海生态的破雨网机 塑胶热色逐一打捞清理 给大海一个干净的环境呢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这一段VCR 是一场由产观学界进行发响的 进入海底进行清除工作的工艺活动 正在组织以发酵 快来看看 在青海的同时 也不忘向海致敬 如何将沉积在海底已久 严重破坏沿海生态的破雨网 及塑胶热色逐一打捞清理 还给大海一个干净环境呢 一场由产观学 与民间共同发起的潜水 进入海底进行清除工作的工艺活动 正在金融地区展开组织与发酵 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规划里面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不是只有玩乐这个东西 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概念 那以行政院现在的向海致敬的这个政策 我们今年度也跨出去 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横向的联系 那我们去做了一个潜水清海费的动作 潜水清海费跟海洋保育署 去争取这样的一个清费 那这个今年度呢在和平岛湾 就是和平岛公园的外围呢 进行了八次的这个清除的作业 那四次的清潜教育 那透过清潜教育 灌输这个海洋保育的概念 那同时透过实作的清除 让参与的人呢 知道海底下面的保育的状态 还有我们的这个环境的教育的状态 这个部分是我们着力在支持的部分 目前已经招募近400名海费斗士 堪称台湾人数最多的近海保育团体 预计在和平岛公园海域 进行八场次十座海费清除活动 四场次海费清除勤钱教育 与三场次的模拟清除作业 希望透过海洋教育的宣导 清除作业知识的建构 共同组织与训练潜水员 透过实际参与的历程 达成海洋环境维护的具体目标 哇 可以看到真的很多民众 非常的有心 我们就直接潜到海底 除了浸滩海不够 我们直接到海底去捡垃圾 而且我们冤响艺座 也是里面其中的艺人 我们要请冤响来跟我们分享了 谢谢 看了很感动 那感动就要造成更多人 去做这样的运动 所以英文运动是movement 其实所谓运动就是讲白一点 就是大家一起来从事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事情循序渐进 还有气氛跟意识 要到那个时候的时候要来推 我从当选议员之后 就常常在议会或者 我能够讲话的场合提 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其实我最重视的第14项的海洋生态 跟第11项的永续城市 今天讲的海洋生态 其实大家 我讲这个运动是讲两个字叫浸滩 现在很多人在做浸滩 浸滩也是那种垂手可及的一个活动 而且大家对浸滩的热爱 它产生的教育程度 甚至它有一种像工作假期 我来这边旅游之后 我来做点浸滩 有的人到山上到海边 我就自己随手带个袋子或者捡个袋子 我就把垃圾带下山 但我们希望的是更多减量 那这些都是透过教育能够完成 就从源头减量 现在浸滩从刚刚影片上看到 还有海沸斗士 从浸滩到海里面去把这个垃圾捡起来 刚刚庄继生态也说 这些垃圾造成底漆生物的生存危机 那除了刚刚看到的浸滩浸滩 潜水分两种 刚刚看到是水废潜水 也有自由潜水 就不带水废浮潜下去浸滩也有 那速度要很快 也有整个捡起来 像基隆士有一个 他称为是海边的捡死者 叫陈信铸 陈大哥 他有一个动手爱台湾 他打来捡完之后统一秤重量 没有特别的分类 第二个 第三个还有一个 第四个还有一个分类的 海科馆或者我们社区 海滩废弃物监测 两个 两个一组 捡到垃圾 吸管一支 保特饼一支 不但分类还寄数量 然后把这数量交给中央 有一个基金会 黑潮基金会在统计 最后一个我们大五轮沙滩 用那个胎子去胎沙滩 沙滩里面把胎掉剩下的垃圾 光金滩就这么多种 但是大家要做的 那我要讲的是 我们在中央政府开始在发布 从今年开始 所谓的向海致敬 向海致敬后面有点开放海洋 在这一期市议会 我也提出这样一个提案讨论 我要先请基金市政府 针对向海致敬 开放海洋这样的政策 我们有哪些因应的措施 什么因应措施呢 我们现行有哪些 帮助海洋的 帮助人民 帮助民众 对海洋的保育 好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有 叫做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 我们有所谓的 协助淨滩的相关工作 但有哪些禁止的工作 这些禁止的工作也要被扭转 基隆市一水之隔 根本就没有隔水 连县都没有 新北市的海洋 没有夜间禁止的工作 台北市有 有人就从新北市下去 来到基隆再从新北市上来 没事 所以这也是开放海洋之后 要检讨的法令 那我刚刚讲的禁滩 能够做的 我也跟環保局长取得共识 叫做禁滩的工作是 民众非常喜欢的 所以要检证便民 过去要来禁滩 环保局很乐意帮我们收垃圾 可是要行一纸公文 告诉他时间地点 公文当然就要时间 然后还要一些公文的程序 我们希望环保局 变成线上表格 你只要上环保局网站 填写 几月几号 多少人要做哪个方式的禁滩 要进海里面 还是进沙滩用胎的 然后大概在什么地点 集中我们的垃圾 需不需要环保局帮我们再走 那再走的量大概会有多少 需要怎么样的车子 环保局把表格弄好 让各地 不只基础市 外县市更多的人想要来基础进坛 因为方便 双北 桃园 都来集中进坛 比比皆是 甚至跟海科馆结合 或者水市所海洋大学 来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有效的进坛 什么叫有效呢 有刚刚讲的KPI 有绩效 就是这些量出来之后 能够统计数量 成为上海致敬 一个标准的城市 由环保局帮忙 统计这个资料之后 交给中央政府 甚至交给联合国 我们一年这个城市 做了多少的垃圾量 海滩里面 这个海洋里面有多少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来做 是 所以真的可以看到 冤翔艺座真的很认真 刚刚推了这个简正表格 真的造福了很多民众 而且重点是非常地更轻便 我们要请靳盛艺座 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中山区有一个很漂亮的 大五轮沙滩 像刚刚张冤翔 张艺员 讲得非常地正确 我们一些很多 我们爱护环保的一些朋友们 一直在我们 帮我们清理这些海洋的 海废的废弃物 以及海滩上面的废弃物等等 我们希望在这边 透过我们基隆 来跟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我们尽量 我们来减少 所谓的丢弃的这个动作 来让我们的海洋 共同一起 大家一起来维护 少了丢弃 就少了碱石 我们海洋会变得更漂亮 在我们外木山廊带 其实现在有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西定河 没有经过节流 直接不断地引流到我们的海岸线上面 造成地方上面的底漆生物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一些海藻 小鱼吃海藻 大鱼吃小鱼 所以一直延伸到海洋的整个食物链 都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在外木山渔港 这些渔民常常在抱怨说 现在的渔货量跟以前差很多 这个西定河非常影响到我们 海岸线廊带的一个生态活动 接下来未来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叫做 大五轮溪分红的一个 要到我们的大五轮沙滩附近 这也是非常让我们隐忧的 所以我们呼吁希望金融市政府 能够先将西定河解决 再来去规划所谓的大五轮分红 因为现在大五轮溪的分红 有所谓的短期中期长期 现在短期的已经有将一般的河道 将那个围墙加高 中期未来在我们的棒球场 可能要做蓄洪池等等 还有我们秦仁湖地区 也做一个蓄洪池 这个中期还没做 他们现在就开始在 有在研究说 长期要做一个分红道 我希望能够先将中期的先做好 然后确定我们大五轮溪 不会再反乱 我们也不希望大五轮附近的 每四名好朋友受到淹水之苦 这是我们非常不乐意见的 但是我们要同时要兼顾 我们爱护我们的海洋 照顾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一起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 对 就是要让我们生活的环境 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市役座 来到我们民意交响区的节目现场 带我们看了观光交通 还有我们的环境保育 相信这些宝贵的意见 一定会让我们其中越来越发光 发热 让基隆会更好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这么下去了 一九六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妈 来 穩定 走 小心药 小心 一年前 妈 妈 我走了 妈 妈 我走了 妈 哥 你赶快找电话 在一九六六的协助 从妇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爸爸出院后 该如何照顾他呢 别担心 回家后的长期照顾 我们来帮您安排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评估您家人 出院后的照顾需求 出院三天前 完成评估 连结长照服务 像是居家服务 居家护理 居家附件 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 符合资格者 回家一周内 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安心出院不担心 交通中 爱听唐白鸟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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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